弟兄姊妹 早晨 在正道之前 我先邀请大家 一起重读今日正道的经文 在你们的程序表内页都有 或者大家可以看头影片 也可以的 是《比德前书》的二章 一至十字 好 如果我们找到的 我们一起重读好吗? 预备 一 二 三 所以你们既随去一切的恶毒 鬼诈并不去 和一切磅磅的华 就要爱慕那 纯洁的灵乃 像初心的婴儿 爱慕那一样 叫你们因此漸长 以至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揀损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作圣结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越纳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 看啊我把所揀损 所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 头块石头 又说 作了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他们既不纯从 就在道理上伴跌 他们这样伴跌 也就预定的 唯有你们是被揀损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结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妙光明者的未得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述 现在却蒙了远述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下我们先谦卑自己 来到你的诗恩宝藏面前 求你先洁净我们的内心 愿意我们每一个的会众 弟兄姊妹 他们都开启自己的心 让你的话 入到他们的心里面 成为他们的帮助 又愿意你使用孩子 成为你的出口 让听的和说的 一同被你的说话去造就 我们恭敬 将我们每一个人 传言献上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 乃奉我们救主耶稣 宝贵命之祈求 阿们 阿们 好 今天是接触 彼得书信系列的广道 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 彼得前书的一章 是讲什么的 好 第一章是讲到信徒是蒙简选 因为信认了真理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而信徒蒙了重生之后 是靠住神活潑的道 那信徒是怎样活出神蒙简选的生活呢 就让我们今天在彼得书信系列第三广里面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梦简选的身份 我分开了三大个的段落 可能你和我都很想知道 究竟我们要怎样去生活呢 究竟神对简选的子民 他有什么的期望呢 让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分段一至三节 我给了一个题目他们 就是叫做去无存清的成长 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 提到要彼此切实的相爱 彼得说信徒要切实的彼此相爱 首先就是要除去一切各式各样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执道和一切毁谤的说话 而除去当中就是有表达到 将旧友的衣服除掉的意思 意思是指导信徒重生之后 应该将一些旧友 神误喜悦的生活方式或者行为 除去 但第一次我们要留意 彼得所提的除去 不是一些杀人放火 奸淫劳略的事情 而是针对阻碍了信徒彼此相爱的行为 究竟这些行为破坏性有多强呢? 我们先看看恶毒和诡诈 恶毒指导行为上各式各样的 邪恶悲劣的行为 亦是对人造成伤害 而鬼诈更加是说到 用欺诈的手段去对待人 以达至个人的目标 而这两种恶行的行为 不单止破坏了我们群体之间的信任 并且还会带来三种不同的恶果 第一种就是假善 信徒群体要切实彼此相爱 必须要真诚对待 而假善就像戴着一个面具 表里不一 虚有善良的外表 内心是很恶毒的 我相信没有弟兄姊妹 想和一个这样的人相处 是吗? 而第二样 顾忌就是内心疾度 是内心很骄傲 憎恨别人 好像我们俗语所说的 真人富贵厌人贫 不知道弟兄姊妹 有没有遇过这些人呢? 而这些表现 往往是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 严厉、苦毒 甚至是怨恨 最后就是一切毁谤的说话 这些毁谤的说话 是因为疾度而引起的 在背后 讲别人很多的留言 讲是讲非 基本上是指到一切所有的 诽谤别人的说话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些彼得所提的说话 正正就是一章二十二节 彼得所说的虚假的表现 是不谋而合同出一切的 因此信徒是要除去这些 引致信徒群体彼此之间 不和和增劲的行为 因为这些恶行 不单止阻碍了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 并且会影响我们整个群体的关系 甚至我们引起纷争 可能大家在小组里面 都曾经经历过这些问题 信徒数灵成长 除了要追求以上 要除去以上的恶毒的杂质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养分 才可以继续生存 因此彼得在第二节提到信徒 要像婴儿那样 喝无奶一样 来爱无喝求纯洁的灵奶 可能你会问婴儿是指什么呢 除了针对当时刚刚信主的基督徒 又或者是指到当时在信仰上面 仍然停留在初信阶段的信徒或者读者 指出他们应该 甚至是命令他们要渴慕追求神的真理 就好像婴儿子需要喝奶一样 因为这些是一些很天然的渴求 也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需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第三节透露了给我们 因为信徒已经尝过主的美善和恩典 是已经获得重生的信徒 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 是多么丰富又美善 所以应该就渴慕神的度为食物了 因为主的度是不参集任何的杂质 亦都不会受到污染 这样才可以令信徒的生命 有足够的滋养养分去成长 还可以慢慢慢慢去成长 经文还更加讲到是以致得救 可能你会问什么叫以致得救呢 不是我们重新了就可以得救吗 这里讲到的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彼得所说的是信徒成圣的过程 信徒是借着主的度去成长 要进入救恩的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达至成圣最完全最终的阳性 就是好像保罗所说 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度 对吧 所以信徒必须要继续追求成长 向着这个最终的目标进发 以致可以达到神要求我们圣结的生命 说到不断追求成长 要达到某一个成长目标或者要求的时候 就令我想起最近我正在学说的普通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普通话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总是有几个的晓舌音 就是卷你的声音 我做不到的 后来我发现 原来过往我看一些台湾的剧集的时候 很多时候那些演员是没有晓舌音的 那我就明白 原来我一开始已经学坏了事了 我就想如果我不将这些旧有错误的地方 糾正过来 或者摆脱了这些的习惯呢 我就不能够学好我的普通话 我还在想 原来我不是不单止一次糾正那么简单 我是要不断的练习修正改进 持之以行 甚至要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 才有机会成功 同样 熟灵的生命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那些旧有的生活模式 除去一些阻碍我们熟灵生命成长的杂质 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并且我们要持续学习神的说话 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神 要我们达到最终的一个成性的目的 鼎姐妹 这个就是神对每一个信徒 最终的要求 我想告诉你 不是你想不想做这么简单 而是你必须现在弃步 开始做 可能你会说我还有很多的坏习惯 未成功解脱 但是不要紧的 只要你向着这个目标方向走前就可以 你就会漸漸可以进入成性的道路 如果你已经在这个成性的路途当中 我鼓励你继续为主的缘故 努力持守主的道 因为这一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 不要因为怕挑战 困难而灰心 或者放弃 因为主的道是会赐给我们生命得到营养 能够坚固我们 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 我们仍然坚固的暂立得稳 而且彼得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 提醒我们 当我们尝过主恩丰富之后 我们很自自然然就会被主吸引 也都期望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第四至到第八节 在第二个分段的里面 彼得指出信徒要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 不单是因为得救 而是指到整个人整个的内心变化 以亲密和持续的方式 和基督建立这个关系 因为主赖活石 是与别不同 可以令到信徒的生命充满了活力的源头 而他的说话更加是令到信徒的生命 是有足够的养分去成长 是每一个信徒所渴望追求的真理 如果弟兄姊妹 你有留意在这个分段的里面 每一个细节都提及石头 当中包括有活石 防角石 避弃的石头 半脚的石头 盘石 可能你会问 这些石头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又或者 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又可能你会说 这些石头大小不同 或者坚硬的程度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 你就错过了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先看看活石和防角石的关系 石头当然是不会自己懂得动的 所以比特形容耶稣是活石的时候 是告诉我们 耶稣不是一般用来建筑用的石头 那么简单 基督是被神拣损的活石 和信徒一样是被神拣损的 但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一块的活石 是极之宝贵稀有和有价值 并且还有着永恒的特性 我们看看第五节 比特更加讲出一个 我们和活石非常重要的关系 他说信徒也就像活石 他说信徒也就像活石 信徒作为活石 其实是有两个的目的 第一个的目的 信徒是被建造成灵工 信徒是神的子民 是神被拣损的群体 是透过基督作为基石 而建成的灵工 是一个渐进不断建造的过程 而灵工就是指到属灵的房子 但是也很奇怪的 他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房子 或者家那么简单 而是指到圣殿 所以这个属灵的房子 是指到不属于在地上的房屋 是超越任何形式的建筑物 正如保罗在《以彼所书》二章二十一节 这样描述 他说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 漸漸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样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里所指的就是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神的圣殿所在 而第二个的目的 信徒要成为圣结的祭司 彼得在一章二节已经告诉我们 神的指纹是因为圣灵的原因 我们被圣灵结净之后 已经成为圣结 至于祭司的职份 和旧约很不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旧约的祭司一定是要利美人 是吧? 新约就不是有这个限制 在夏文二章九节更加提到 指出所有的信徒都是圣结的祭司 而作为祭司 亦都有他独特的目的和任务 职务就是奉献灵祭 究竟什么是灵祭呢? 属灵的祭物又是什么呢? 属灵的祭物和上文所提及 属灵的殿一样 亦都不是指到一些实际的祭物 亦都和犹太人所献的祭物的物质 是不一样的 灵祭在新约的里面 可以指到夏文所提及的宣扬神的美德 和第三章所提及的善行彼此相爱 而其他新约的书卷 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提及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斐纳比书》的四章 因我从尾巴忽提 受了你们的愧送 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 上上以重贊为献祭給神 指示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等等 都是指到属灵的祭物 而属灵的祭物 是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而献上 因为我们是因为耶稣 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 为我们赎罪 所以我们的献祭才蒙神的越纳 因此所有蒙神简选圣结的子民 都必须紧紧连续于基督耶稣 因为他才可以令我们成为圣结的子民 而且基督耶稣是神一祖 已经简选安放在石庵的房角石 而第九节 彼得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十六节 他说 看我在石庵放一块石头作为基石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原来早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 已经预言耶稣基督是神简选的房角石 也是简选安放在石庵立下的基石 凡将生命建基于基督身上的人 神就应许实现信靠基督的人 至于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到末后面对审活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羞愧和蒙羞 既然基督耶稣是活石 是房角石被简选 那么珍贵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珍惜他呢 我们看回第四节 我们看回第四节 而且还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那些人要这么做呢 答案就在第七、第八节 给了我们一个显然意见的答案 比特华对于信的人就一定是宝贵 相反对于不信的人就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第七节更加是引用诗篇的118篇 讲到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只是看外表 以为基督只不过是一般普通的石头 看不起他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军事的利塞亚 而这个的利塞亚 是需要打败罗马的政府 重新建立以色列的国家 因此犹太的领袖拒绝了耶稣 而事实上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放角石的头块石头 是整座建筑物 建基于在他身上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可能你会想到 放角石又为什么会成为半脚石呢 经文说到他们是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半跌 究竟他们又是怎样不顺从呢 让我说一个例子 因为 比特前书的作者 比特 他比任何人更加有经验 又丰富 因为在不信服的这件事上面 是发生在他和耶稣基督的身上 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六节 当耶稣问到门徒 你说我是谁的时候 西门彼得就回答 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义址 当彼得说完之后 耶稣就说 我还告诉你 你是比特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石上 任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耶稣的意思 是将教会 建造在这个盘石上面 是指到比特 回答他的身份 基督是永生神的义址 接着耶稣就预言 他想十字架的事情 接着彼得就拉着他 勸他 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就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去去后面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 和彼得说得很清楚 若人不关心神的事 只关心人的事 就会成为伴脚石 令人跌倒 原来当人只是关心人的事 不关心神的福音 他们就会伴到 甚至成为人家的伴脚石 原因是很简单 因为他们伴到 是因为他们 弃绝了基督 拒绝了承认 耶稣是神拣选的利赛 亦都不愿意 在这块稳固的房角石上面 被建立 因此他们被跌倒 被缩碎 是自焦灭亡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 除了基督以外 是别无拯救 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亲爱弟兄姊妹 经文做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神拣选 作为活石 被建造在属灵的圣殿上面 作为圣结的祭司 要献上生命 作神喜悦的祭 我们有没有按照 神的心意 选择作活石的生命呢 僅僅连于耶稣基督 持续不断地去成长 迈向城城的方向 并且吸引更多的人 来归向我们的上帝 还是你选择作为 半岛人的半脚石 令人看见你的行为 对基督教的信仰 被知质吉 甚至说到 他都信耶稣不是吧 但我相信 不是所有人 甚至我们没有人想做 半岛人的半脚石 但你预备好没有呢 你是否随时 都将自己献上 被神当作活仔呢 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 我每星期都翻崇拜 团契 参加三福 栽培 又有侍奉 又奉献 这样足不足够 但我想提提弟兄姊妹 这些行动和服侍不是不好 不过都是熟灵成长生命的起步点 是比较外显的行为 倾向于做了些什么 但是神要我们连于基督 将全人献上 当作活祭 神似给我们一个很尊贵 很特别的身份 是与众不同 如果信徒要过一个 圣结祭司的生活 是必须每天 每时 每刻都要与基督 结年 因为我们都是任重而到远的祭司 在第九至到第十节的最后分段里面 比特再一次提醒信徒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或者忽略我们的身份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结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唯有原文 翻译出来是但事 意思是要将信徒和上文所提及的人 分别出来 因为他们的结果 是预定永远被毁灭 相反信徒是被拣选出来的族类 是属神的子民和百姓 亦都是君尊的祭司 能够去到神的面前 向神献上灵祭 还是在神永恒的国度有份 所以信徒要认定自己的身份是很独特 是在世人当中分别出来 有尊荣属神的子民 当我看到这里的经文的时候 我都想到自己被神拣选 我心里都很激动 因为我在想我是什么人 基督竟然用他的补血买熟我回来 作为他的儿女 我实在觉得不配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救赎 我有什么可夸呢 回想自己的生命 都只不过是一个罪人 我都会有发脾气 憤怒 疾悼 自我 固执 其实我都有几多令人讨厌的地方 但是弟兄姊妹 你又怎样呢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怎样 你会不会都有上面的毛病 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拣选我们 是要我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赚很多钱 在社会上很有地位 还是儿女要有成就 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想多了 经文说 要叫你们宣扬 照你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比特用了黑暗和光明 来对比信徒在未信主之前 和之后的光景 人在未重生得救之前 都是活在撒旦魔鬼掌权的黑暗世界里面 活在罪的里面 黑暗令人知识被蒙蔽 不能够看见 和认识真理 而且在道德方面 更加令人无法看见 和做到正确的事 所以当信徒被神带进光明之后 就会领受神真理知识的光 不其然就会渴慕 遵行神的公义和真理 既然我们已经蒙神的光照 我们应该将基督的美德 祂能够拯救世界的能力 成就救赎非凡的工作 宣扬到世界每一个的角落 凡有意的都应该听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好好珍惜今天我们的身份 是得来不易 我们要反思在未信主之前 我们都是不蒙怜悯 如果不是基督写身的救赎 今天我们仍然是被祂诅于救恩的门外 最终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既然神在万民当中 挑选你和我作祂圣结的子民 建立这个属灵的群体 为的就是要建立教会 这个属灵的圣殿 我们要将荣耀尊贵都献给我们的父神 所以信徒应该避免做出一些 令到教会亏损的行为 或者破坏教会合一的事情 我们不单止不应该去做 甚至我们连想都不应该去想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的身体 同一个的天父 亦都是同一个的族类 属天国的子民 应该要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昔日主耶稣基督是神简选的活石 却被人弃绝 没有人发觉它是非常尊贵 是无可比拟的价值 亦都不能够代替 今天信徒被拣选 借着耶稣基督这块稳固的防角石 被建立成为圣结的群体 为的是要建立教会 宣扬主的福音 是非常之宝贵的使命 而且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更加提及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一个是主耶稣临升天的时候 祝福门徒要遵行的大使命 我们千万不要 不记得 从前主耶稣基督是 神一早预备拣选的活石 作为教会最重要的防角石 凡信靠祂的人都被建立 在神拣选圣结的群体当中 今天你和我都是一样 我们是蒙拣选的身份 是被神损赏作为祂的子民 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信徒 都会经历去无存清的成长 除去一些杂质 有些人可能很快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很慢 除了因为每一个人 特质不同之外 当中的竅门 就是我们要学像基督 这一块的活石 以祂作为我们生命的榜样 并且要连结于基督 熟灵的生命才可以健康的成长 因为我们都肩负一个非常 独特的身份和任务 我们是任重而导远的祭司 要完成主所托付信徒的使命 将主的福音讲传开去 你愿不愿意 效法主活石的生命呢 你愿不愿意效法主活石的生命呢 可能你说 我已经是中年人 退休人士 甚至我已经是别人的公公婆婆 年纪这么大学不到 我们千万不要给我们的年纪 或者我们的外在条件 可怕了 只要你仍然愿意 听从主的教训 靠着圣灵的引导 继续揭而不捨的努力学习 主都会加给你能力 因为无论你 今天在什么成长的阶段 只要你仍然按住主的教训 尽心尽性 尽力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伦舍如同自己 这些特质 将会成为你 成性的路上最好的伴侣 和你一起跑完一条人生的路 只要你不放弃 仍然坚持到底 特别在这个真假 不能完全显露的世代里面 我们有责任保存 神顺存真理 守望教会合一 揭力保守信徒群体当中 圣灵所致合二为一的心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创造天下万有的独一真神 我们要赞美你 为拯救世人而降悲的主耶稣 我们要仰望你 圣洁的圣灵我们倚靠你 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在黑暗的世代里面 仍然坚守你赐给我们的 纯传正直 宣扬你的美德 使人归正 得着永恒的福乐 我们感谢你在天上 谁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乃福我们救主耶稣 保卫名字祈求 阿们 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去找你 我看你 你不愿意 我看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看你